这一条长街贯穿古镇南北 被誉为福建第一街 古街全长六百余米 随行就市形成了九曲十三弯 宛如一条腾空欲飞的青龙游向远方 李氏大夫帝位于和平镇东门 此门李氏于清晚期有一门九大夫之戎 其门楼砖雕精致细腻 人物形态栩栩如生 美轮美幻 站在第三厅的中央 可远望二镜厅屋顶 有一个似不像怪兽的屋迹装饰 既古朴又神秘 这是和平镇硕国仅存的碎禁式牌坊 秦康熙二十七年 南宋名相李刚的第七个儿子 及其后代在和平镇聚居 所居之处称为李家相 据记载 清代时此相李姓一族出了三名进士 因此又称此相为进士相 穿过进士相便是李宅 李宅的门楼古朴壮观 是和平古镇现有的两座明代建筑之一 另一座保留了明代建筑遗风的明式建筑 便是这座正直色彩十分浓厚的衙门 名叫县城署 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官府的公堂 这一个公堂是目前全国保留最完好的分县衙门 给众多影视作品的场景设置提供了难得的样板 和平古镇还现存东北两座桥楼 东门桥楼是三重岩切山市 而其他三座桥楼均是两重岩的 东门桥楼门洞用十条砌成 墙体用大块的卵石垒柱 城墙脚下的这块禁止搬运保固地方的石头 是和平旧式三进碑之一 为清代式设立 在当时的社会 地主们看着粮价的上涨 就把大部分的粮食 外运到少武城关或福州等地高价出售 造成产粮地变为缺粮地的近况 农民面临饥饿的威胁 便设立此碑轮流放哨 规定所有私自外运的粮食都必须没收或低价收购 因而它起到了维护当时粮食市场的作用